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Messenger向导广告,Messenger with Ads,模板和预约这项更新具有非常直接的营销潜力。Facebook柏西说,通过向广告管理器,Ads Manager添加钱袋客户生成模板,企业可以更轻松地与钱袋客户建立联系,企业可以创建一个广告,使得人们在Messenger中进行简单的2&A,以便企业了解有关其客户的更多信息。 为了用户便于预约汽车经销商、造型师或清洁服务等企业,Facebook创建了预约体验,以便人们可以在Messenger对话中完成预约。 3.Facebook Messenger广告创建方式及流程详解Facebook Messenger首页广告操作相对简单。 我们接下来主要讲解如何设置Click to Messenger直达广告和赞助消息。 Sonsored Messages两种广告类型的创建流程和操作步骤。 1.Click to Messenger直达广告创建操作流程。 步骤第一步,前往广告创建工具,选择消息,然后点击继续。 第二步,编辑受众,预算合拍期,点击继续。 第三步,选择全屏广告以外的格式,支持的格式包括轮播、单图片、单视频和幻灯片。 广告格式决定了广告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中如何展示形式。 第四步,选择设置Messenger内容,可以通过快速创建和JSON创建两种方式创建。 使用快速创建模式及自主创建,操作方便。 JSON创建流程则需要一段在Messenger平台使用的代码。 第五步,检查广告内容和设置,预览广告。 二,赞助消息,Sons Word Messages创建流程。 步骤第一步,点击Create New的Custom Audience。 第二步,选择创建你的受众,Engagement on Facebook。 然后选择Page。 第三步,选择从People who send a message to your page中创建受众,选择预算和排期。 你可以自定义时间范围,比如在过去的一个月或一年之内发送过消息的用户。 第四步,在广告组层级中,选择Messenger广告版位。 在选择Messenger作为广告版位时,您不能再选择Instagram或Facebook动态消息等其他版位。 第五步,选择单独片选项。 第六步,将广告与主页关联,添加行动号召按钮,例如立即购买或联系我们,吸引用户回应您的赞助消息。 第七步,审核订单。 查看赞助消息的显示效果,然后点击下单。 至此,已完成一个Sonsored Messages的创建流程。 五,用Messenger与客户沟通时使用技巧使用Messenger营销时的注意事项及技巧仪。 启用消息功能前做好准备,一旦在主页开启消息功能,用户将会向商家发送消息并等待回复。 因此,最好在能够及时回复消息时,才开启主页消息功能。 二,设置欢迎语Messenger欢迎语,在用户首次在主页发起对话展示。 比如我们可以在欢迎语中添加折扣信息或新领推荐。 三,预先设置回复信息,预存回复功能主要用于编写,保存和重复利用消息。 该功能尤其用于回复常见问题,例如营养时间,电子邮箱或电话号码等。 四,使用即时回复启用即时回复功能,聊天机器人可以自动回复在主页向商家发消息的任何用户。 比如我们可以在回复中设置包含如下内容的信息,向客户问好,感谢他们联系您,并让客户耐心等待您的回复。 五,使用离开消息功能在不方便回复信息时,使用离开消息功能,让客户知道商家会尽快回复。 这一功能可以保持回复率,并让客户不再盲目等待。 六,和性化定制消息内容查看客户信息卡片,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以便回复适当的消息。 信息卡片会显示客户的本地时间,居住地区,订单历史等信息,小贴士,了解更多自建站插件,可前往Facebook Messenger官网查询。